大家好,我是文睿,今天是2020年的5月6号,关于这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计呢,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了,协议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,就是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的时间之内增购2000亿美金的美国的商品和服务,它的增购的基准是什么呢? 增购的基准是在2018年,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是1800亿美金,我说的都是整数了,就以此为基准,今年增购700亿美金,那么总值就达到了2500亿美金的商品和服务,明年的增购1300亿美金,那么总额就达到了31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规模。 但是2020年已经走过了4个多月,将近5个月,小半年好过去了,但是美国政府那边可能感觉到吧,中国这边好像没有一个什么实质的进展,好像没有那种非常明确的兑现承诺的状态。 然后最近这两天就有新闻出来,川普和美国总统川普和财长姆努钦都有一些表态,像美国,川普的表态就比较强硬了,他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对线承诺,不购买商品的话呢,那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,就有可能被终止,被废弃掉了。 那接下来的呢,可能就是加税呗,然后这个财长姆努钦,他的这个表态吧,相对能够委婉一点吧,但是意思呢都差不多了。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新闻,第二个新闻就是什么,大家可能都看到了,最近川普呢,他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这个采访。 大家知道,就是说,中共吧,这几个月做了很多事,说了很多话吧,让川普很生气,让美国政府呢,也很生气,美国民众吧,也很愤怒,这样的一个情况。 所以呢,现在美国政府,他可能在酝酿了对中共的一些制裁,然后在采访当中呢,川普他就提到了一个终极制裁手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。 然后,他谈到的这个终极制裁手段,他提到的哈,就是增加关税。 当然,我说这个增加关税这个事情吧,可能很多朋友吧,很不以为然,大家觉得去年,前年不给加关税了吗,对不对?又能怎么样?中共不是还能挺着吗?对不对? 他这个加关税吧,你看他的额度是多大,比如你加个3%,5%,甚至到10%,20%,可能中共他能挺,对方可以挺住。 但是这个关税啊,是可以往上加很多的,对吧?可以提高到50%以上,甚至提高到100%,这个呢,也不是没有先例。 那么,他的影响会有多大,咱们一会儿我再慢慢跟大家讲。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新闻,谈到了终极手段的这个概念。 还有一个新闻,就是什么,有人就问美国政府,谈到了中共,他拥有的这个1.1万亿美金的这个美国国债的这个问题。 就是说,问美国政府是不是会撤销这些美国国债,不让中共去兑付。 那么,美国政府说呢,是不会的,不会这样的。 但是美国政府,他其实想要控制,想要冻结中共的一些财产,他是会有一些其他办法,他也是有法律依据的。 这个呢,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。 总之吧,我们看到这几个新闻的话呢,不论是中共的美国国债,还是这个加税,还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,还是增购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等等。 看似呢,很复杂,但是呢,他的指向呢,就是两个字,什么呢,美金。 确切的说吧,是那个中共的美金了。 所以呢,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呢,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再一起来看一看,关注一下中共他目前的这个美元困境。 中共呢,他有这个3.1万亿美元的外货储备,他自己说的哈,这个,咱们就这么讲。 那么这个3.1万亿美元的外货储备呢,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,大部分钱也不是他自己的,里面有1万亿美金,大概是外商投资,1.8万亿美金呢是债务,对外债,特别是很多是这个,就是短期外债。 很少的一部分钱是中共他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钱。 那么你说这3.1万亿美金,如果中共拿在手里面的话,那他面对外商撤资,面对这个债务到期,他可能还有一定的,就是腾挪的余地,对吧。 但是问题是他这些钱拿不拿在手里呢,答案是没有。 很多钱大家都知道了,对吧,以这个无偿援助的方式,或者以低息贷款的方式都出去了。 特别是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当中呢,大家会看得很明显,大量的美金都流入到了一些不太富裕的国家当中去吧。 那这钱能不能回来呢? 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,这些钱是很难回来的。 表面上你看到它是债务,对吧? 好像以后能偿还,但是我觉得能偿还的可能性很低。 然后呢,还有一块呢,就是买了其他国家的国债,对吧? 但主要是美国的国债了1.1万亿元美金。 那这个钱呢,中共它是不能轻易动的,因为这个应该说是中共它的最后一张牌。 如果它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大规模的抛售美国国债,那就说明它真的是没有钱了。 那这一点就太明显了,全人界都能看出来。 所以它不是走到最后一步,它是不会用这张牌的。 整体上来讲吧,就是什么呢? 第一,看似它有很多外国储备,但是这些钱不是中共的钱。 而且它这些钱呢,基本上都用了,都花入去了。 它手里面是没有多少美金的。 但是呢,它还要进行一些日常的开销嘛,对不对? 比如说,小米公司要采购三星的一些纯属芯片。 那对吧,中央银行的美金得拿出来,得让人支付啊,对不对? 比如说,有些外商要走了,你要给人家钱,对不对? 再比如说,你要还一些短期外债,这些都需要美金。 它就像一个人住家过儿子一样,对不对? 柴米原,酱酥茶,你都要钱的,对不对? 这家人,比如他借了三万块钱,然后他把三万块钱还给花了,手里没钱。 那么他家庭的这场开销怎么办呢? 没事,为什么呢? 他家有一个店,有一个商店。 这个商店呢,声音还不错,卖了很多货出去。 然后钱进来以后呢,日常开销够了。 而且呢,剩一点,还能还点这个,他家欠的这个三万块钱。 中国政府,中国这些年也是一样,他这个外贸出口额是很高的,对吧? 就是赚取美金的这个能力,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,美元还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来。 他就可以满足他眼前的一些需求。 但是呢,现在呢,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 就好像这个,刚才我说的,这家人,他家的商店货卖不出去了,货出不去了。 为什么呢?中国的这些货为什么出不去了呢? 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? 就是欧美市场,全球市场吧,特别是欧美这样的消费能力很强的市场呢,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消费需求呢,大幅降低了。 大家就不想消费了,对不对? 所以呢,这个货就卖不出去。 还有一点就是,很多地区有一定的人吧,他还有一定的消费能力。 但是呢,他不想买中国的东西了。 他对中共不满了,他就不想买这个中国的东西了,就去采购别人的东西了。 所以呢,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出口啊, 大幅降低。 但是呢,需求还是那些,对不对? 那柴米油盐降过茶你还得用啊,是不是这样?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,去年2019年,中国的出口额是,大致说了啊, 2.45万亿美元,进口额呢是2.05万亿美元,贸易顺差是4000亿美元,这样的一个规模。 一般谈到这样的数据吧,大部分人都会关注这个出口额啊,好多啊,顺差啊,好多啊。 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进口额啊,是2.05万亿,这个规模也是非常大的,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是需要大量的采购海外的物资,对吧? 比如说猪肉,牛肉,大米,黄豆,大豆,对吧?能源等等,还有很多可能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物资,大规模的要采购进来。 那这些美元哪来啊,对不对?以前就靠着出口多,然后能够周转,但是现在呢周转不了了,而且现在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事儿,美国呢,要根据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,让中共,让中国政府去采购那2000亿美金增购的产品。 那这个事儿呢,就是更加让中共头疼,对吧?也就是说中共他现在的美金情况啊,具体咱们都看不到,因为它不透明嘛,但是肯定是越来越难,对吧? 即便他想采购美国的商品,想增购美国的商品,他可能也没有那个能力了,那么这个时候,像刚才那个,他川普提到了,那就停止这个协议,对吧? 废弃这个协议,那么紧接着就是什么呢?就是增加关税。 那这个关税增加到什么程度呢?肯定是皇上增的会很多,比如说增了50%甚至更多。 就是在前年和去年,在整个加税的过程当中呢,有很多外资已经走了,就是特别是美国企业啊,或者是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很多企业都已经走,但是还留了一部分,还留了一部分。 这些人他们可能也在观望,他们觉得呢,在美国当下的这种加关税的这个水准情况下,他们还是有利润,所以他没有走。 如果美国的这个利润抬得很高,那么很多企业可能就要,真的就要出去了,赚不到钱嘛。 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,对不对? 富士康它主要的出口嘛,就是针对一些美国,像苹果啊,戴尔啊,这些企业给他们做代工,对吧? 把这产品卖出去嘛。那这些企业如果要求他们把工厂,要求富士康把工厂迁移到其他地方,他也不得不听,因为没有利润呢,对吧? 那以前我也提到富士康,他整个在中国的雇员有100万人,然后包括他的下游的供应商等等,如果他真的走的话,他涉及到的人可能1000万人打底儿,一点都不夸张,我觉得。 不仅仅是这样的企业,你像有些企业,比如说,有一个韩国的芯片企业,在中国有工厂,那么他的芯片,他说我不是向美国出口的,对吧? 我是出口到别的国家,或者比如说出口到欧洲,那么欧洲的一个企业拿了这个韩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芯片,他组装成了一个电子产品,出口到美国的时候,这个时候也会出问题。 美国可能也会加个关税,因为什么呢?你这里面的核心部件来自于中国,所以等等等等的这些压力,都会让很多很多的外资大量的撤出去,现在美国和日本不已经提出来了吗? 对吧?如果在中国的美国和日本企业,你们如果现在撤出来的话,会得到一定程度的,或者甚至是全额的这种资助,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的话,大量的外资如果撤出去的话,中国政府赚取美元的能力就进一步进行。 那整个的这个需求和它自身的保有美元的数量,就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差距,这个呢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。 现在吧,比如说我们看全球经济,我们就类比一个,比如我们一个小地方吧,我们看我们小地方经济困难,那大家看什么呢?就看你现在攒了多少钱,你欠了多少钱? 还有你挣钱的能力是什么?然后呢,你的人际关系如何?基本上就看这四点,对吧?那么在国际上,现在整个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?就看什么呢?就看你这个有多少美金,是吧? 然后呢,你有多少美金外债?然后呢,你现在赚取美金的能力如何?还有你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如何?对吧?你关系好,你可以借啊,对吧?有些债可以这个,就是稍微延迟一点还也可以,对不对?就这几项。对吧?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?对吧? 保有的美金量好像很多,但它外债也很多,而且很多钱都花上去了,再一个你现在赚取美金的能力大幅降低,而且跟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个关系都不好,人家不仅不会借给你美金,还要向你这要求赔偿,对吧?就整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形吧?那么讲到这儿呢,可能很多朋友也说,说你们这些人整天就说什么美金的问题,房地产的问题,债务危机问题等等等等,你们讲了很多,对吧? 好像看似很有道理,那到现在不是中共不也撑过来了吗?原因就是什么呢?中共它可以动用所有的资源,所有的资源,包括环境污染啊,资源,耗费啊,浪费啊,等等等等,对吧?民众的低工资啊,等等等等,所有的这些资源,耗费这些资源来保护这几点,对吧?也就是说中共它只要能撑得住,它就会不让这几点出问题,那么就一直往下拖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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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拖的时间越久,到最后出事的时候,可能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影响会越大,但是到今天呢,我觉得,咱们就看今年的这个情况吧,一点点往后看,可能呢,肯定还有很多大事会发生,那这个经济呢,可我相信吧,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, 这个美金呢,就是我们,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核心环节,现在呢,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这个中美第一阶的贸易协议执行的情况,然后再看一看美国的它的一些举措,行,今天啊,咱们就先聊这么多,咱们下一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